大家好,欢迎收看发现美味时刻,我是羊羊 在韩国,肉是很珍贵的美食 一般家里做客都是把肉当作最好的礼物来赏的 韩剧里也经常出现拿着几斤大牌去送礼的现象 当然了,原因倒不是因为韩国穷 而是韩国地少,不适合养殖,基本全靠进口 所以呢,肉价很高,很多贫民窟的人因此吃不起肉 但是,由于是发达国家,一般的收入还是很高的 吃一顿肉似乎也不是很困难 不过就算一般人吃得起,他们的做法也相当简单 不能把肉的味道发挥到淋漓尽致 至于做成红烧肉那样,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韩国曾经有纪录片描述中国的五花肉 旁白用惊讶的语气说,五花肉竟然是中国人最普通的美食 韩国人喜欢吃五花肉,对五花肉的偏爱使其价格一路攀升 当然了,韩国对于其他部位的肉类的冷落 也让很多养猪企业感到头痛 他们甚至打出这样的广告词 不要光吃五花肉,还要吃其他部位的肉 除了五花肉,韩国人也喜欢吃牛肉、鸡肉等等 但是呢,本土产的牛肉、鸡肉等等 价格同样很贵 很多肉类食品价格甚至高过家用电器的价格 虽然如此呢,韩国还是大力支持本土使用肉类的 其次才购买进口肉类 在这一方面呢,很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好了,感谢大家的收看,下期我们继续发现玫瑰时刻